画面中坐在石头上的两个人 身穿赛德克族传统服饰 但是唯面错误 对话还用谐音恶搞国片赛德克巴莱的内容 这是彭佳佳学校署上合作的贺岁国片铁丝玉璃龙续集 预告片一出炉就引起争议 曾演出赛德克巴莱一角的演员 也是导演的赛德克族马志祥 就在社群网站上po文 认为预告片内容 哭售的是两个族群 日本人与赛德克族记忆伤痕 他也说万万没有想到 人可以无知到这种地步 利用嘲笑一个当时几乎快被灭族的历史伤痕 来做商业行为 另外也有许多网友留言回应 感觉是嘲讽侮辱族群文化 他不能说我听话 电影预告拿族群一提开玩笑 民众认为相当不妥 目前电影公司电话尚未联系上 不过在电影官网上 电影公司发出声明稿表示 引起部分原住民族群的误解与不快 深感遗憾 并由衷致歉 也感谢各界人士给予善意的提醒与建议 愿意虚心接受各方指教 而目前在YouTube上已经看不见此预告片 而这样的预告片引起民众反弹 恐怕也是电影公司始料未及 接下来我们到台北市采访报道